清朝灭亡后,满清贵族纷纷改姓,导演应答说出背后心酸原因。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1644年入关以来,清王朝可以说是一直遭受着各种魔力语与考验,有好几次差点被赶回东北老家。 刚刚入关的清王朝统治并不稳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乾明的各路藩王,也各自拥兵总兵力打倒了上百万此时清王朝的命运,是岌岌可危的稍不留意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后来经过数十年的征伐各路反抗势力,大多都被消灭了,然而又出来个诸三太,此事件让清王朝的几代统治者都谨实难安。 可以说清王朝统治的这二百多年地利,实是非常曲折的清王朝中前期一直苦于对付反清复明势力,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各种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之后清王朝就逐渐文为了帝国列强的工具。 老百姓可以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量的赔款家的老百姓喘不过气,尤其是在慈禧时政的48年里,清王朝各地赔款,无数甲午战争,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要赔四五亿两。 白银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历史,中国老百姓纷纷起来反抗,最终逼迫清朝末代皇帝处一退位。 清王朝正是灭亡清王朝灭亡后,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满清贵族们纷纷改进一时之间,隐匿于民间各地的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后来招明导演英达再有一次做节目的过程中,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英英达原本是清朝贵族赫舍里家族的后人,所以对这段家族历史非常了解。 他说当时清朝灭亡后,满清贵族的处境非常惨。 因为他们曾经的交涉淫义和药,武扬威再加上清王朝,让老百姓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老百姓是非常痛恨满清贵族的当时满清贵族走在大街上,被老百姓认出来之后,拿着钢子追着打。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社会舆论比较激烈对满清皇帝溥仪和贵族是沙尸流的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 这些乙老大臣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很多满清贵族由于害怕民国政府算旧账也期望自己在社会上找工作,更容易一点就纷纷将自己的姓氏改成汉性。 了很多满清贵族过惯了一来伸手,翻来张口的生活,突然自食其力不仅不适宜,而且还没人感受这让他们被感觉忘,所以改成汉性,也实属无奈之举现代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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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